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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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都是天鹰的話 有時候就會結冰 有時候不會 等嗎等嗎不要一個小時 等嗎等嗎一個小時 我才讀得到学校 大家好,我家王福玛,今年八岁讀三连接 这是我小爷,这是我姐姐 这是我奶人,这是我爸爸 家里面经济条件差,就是我们做大人的 就是没有给他买一点帽子啊,带着啊 没有给他多买几件这个厚一点的衣服 他穿,就是以前给他买点帽子啊,就是他戴上去 腿发生了最后会这样的病 这个地在我们这里就是只能种这个 羊叶土的,这个桥子梅子只能种山羊 以前这些地是我们的,都是种中间的地 后面在他们画了就是在这个寿主 也没有地,地也少,就是种的就是差不多 就是狗吃,有些人像吃的还不够 一年的话,这个请我们出去就是这个一年 这个毛状就是应该能种一年吧,一年 但是还处得吃的,处得用的 这个就,就挣不道歉 那这节目这群居士,他就给了我摸不好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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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个,他以前的时代就是我们村里面就是家间修了一个房子修平 他就说是我们也没有钱,家里面穷就是也修不起房子 来做,就是那么多人就是做这么一小间房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学的兄弟,所以他就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穷的,所以这里 这就是他们的事 那这个,木洞间的这些是 这个不对的就是我 这个 有刮工也挂在哪 对 你,你在哪儿坐 在楼下 在楼下 在这里 你和儿子的在这里 后面,我听到他就是这样跟我说,我这样吵啊这些 我就跟他说,不怕的,我说慢慢的 他就会哭多钱吗?他也要来洗一个我们村里的,这个 这个 深时间也要在那么有钱,也要洗一个嘛 嗯,印象到时候没有,他小时候 嗯,但我们很少说出去玩 但不过他有小时候,有时候喜欢打人 我一会儿说出去玩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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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是这些 那我们就要重处 而我们还有在一起打人 我们要重处 遍法也 以你根本代表一点 但是 你也好像没变法那么重处 几乎我们这些就是 早上几乎都是吃一样的鸭子 就要到这个晚上 晚上再吃一袋 就是吃两袋 平常时间如果中午啊 这些如果过的话 这些就是也没减的烧了 就吃 在我们这里 从我长到这个二十多岁 马上三十岁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 就从来没改变 成了这么一遍 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村里面 就是以前有三十个家 人在这里住 现在就是在 他们有些把房子洗过 都是坐在上面 现在住在这里面 就是还有 好像就是个洗把架 从我出去打工 那时代我就有这样想到 就是说 出去找工作啊 这些就是找不到工作 我就想到就是 怪我们说多少 就是没有文化 就是就是心里面就是在想着说 自己以后小的 这些孩子的娃娃就是 就让她好好的都说 多多一点说 这样以后 就会比较好一点 你还希望她就是看起娃娃里面 就是能做人来 还是就是就她做人会做人来 如果说她故意 还都是不能做人了 我们就是 她也可以是大个地方 做人会和娃娃这些 这种地球选得也好 就是希望大家快点回来 不要让我爸爸去上 就希望我未来能够好好的生活 就是让家里的人穿得好 收得好 睡得好 就是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故事 给大家做一个开始 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有点不可思议 那第一个你可以告诉同别人说 感谢神了 我现在暂时不是住在冰雪的房屋中 那我之所以让他看这个短片 是让我们开始思想一个真理 神很乐意要我们能够回转像小孩一样 回转像一个孩子能够很真实说他的需要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一个妈妈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 他能够有足够的衣服穿 他希望他有饭温室 他希望爸妈不要吵架 这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需要说出来的 那也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其实神很希望让我们的心 能够回像一个孩子一样 所以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 然后带着我们进入今天一起来看神 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 爱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祢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怜悯的心 当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需要 看到一个孩子这男孩的需要 还有他的 无论他的姐姐 或他的小叔 还有其他的亲人 他的祖母 所以我们看到 贫穷在这世界上所带来的影响 不单单只是在一个国家 在许多的地方 但主对我们来说 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 恳求祢借着祢这个话语 使我们明白 主祢在哪里 祢赐给我们有真理 祢赐给我们有恩典 祢给我们有爱 祢给我们有智慧 知道当如何去行 所以我们看见听见 主我们有正确的回应 把现在的时间也往在祢手中 愿主祢带领我 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主耶稣基督 祂对祂的门徒 有一个真理的教导 教导了就是要跟随祂的门徒 还有认识祂想明白祂的人 要回转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会借着下面这两个经文 让我们来听到耶稣要对我们说的话 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1到3节 马太福音第18章1到3节 我们看在台上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123请 当时门徒进前来 为耶稣说 天国以谁是最大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所以耶稣说了非常清楚的 在这五节的经文中讲到了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 学习认识的真理 耶稣要我们回转像小孩的样式 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感想和感受 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 他不单单是要做救主 他也要做这世界 让世界真正属于神的一个国度 所以他说到天国 他要教导他门徒明白 神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 在神的国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这一处的经文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部分 让跟随他门徒要认识到神的国是怎么样一个运作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因为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 在争论跟思想说在神的国 在耶稣的国度里谁是最大的 谁是最有影响力的 或谁是发号使命的 谁带动这整个国的进行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也是我们常常会问的 在教会明天啊 或是在这个基督徒当中 谁在带领啊 所以耶稣要让他们明白 神的国度是怎么样运行的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心中有没有想过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或天国中谁最有影响力的 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说我们跟着耶稣在这个 基督徒的当中 或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谁在影响着我们 我们在跟随着谁 所以耶稣他要带我们来认识 明白这真理 所以接下来耶稣所说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他自己看见 他在父神面前 他在天国中他清楚看见的 所要告诉我们 我再说了 这不是耶稣的一个理想 这不是耶稣他个人的看法 而是他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 如果要运行 必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把天国所看见的说出来 天国里面的情况说出来 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回转 回转 回转 像小孩子的样子 否则的话断不得进天国 这是耶稣讲的第一 我们必须要回转 回转说 这英文讲得很清楚 回转 我们要改变 成为 这是要回转的意思 像小孩一样 那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到满12岁之前是小孩 在小孩子的身上 他们是没有托付 没有权利 没有说话的声音 等于算作是被人家看不起的 所以耶稣这样说的时候 等于颠覆了他们 所有人的一个认知 在神的国里 为什么要成为像孩子的一样 所以你听到这情况 一定会访问 为什么要成为孩子的一样呢 而且要成为孩子这样 才能够进神的国呢 这就是颠覆了当时 所有罗马帝国当中 所有人认知一个王国里面 应该是最成熟 最有智慧 最德高望重 最有影响的人 或者是跟那个王最近的人 就会成为天国里面 最重要的人 所以所有门徒都以为是这样想 所以当耶稣一说 你们要成为像孩童一样这样 就十二岁以下 被人家看 他们的声音就没有人要听的 那我就想让各位弟兄姊妹思想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要成为十二岁以下小孩 其实你稍微思想 在你身旁 十二岁以下小孩讲话的时候 你会听的举手 十二岁以下 他们讲话你会听 举手的 OK 好 可能我还能问到重点 你现在要去买一件 你很喜欢你准备 礼拜一要上班的衣服 礼拜一要去运筹的衣服 请问你会找一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来 我们去伊甸 跟我去 你帮我点 你说什么我就买什么 有这样的举手 还有两位不错 没问到重点 这时要拿出支票簿 拿出信用卡 这买下去 就不得了 买错就是损失 买对了 可能工作 就被人家看了蛮有身份地位 你还要请小孩子出去再举手 小孩带你去买 还有一位我知道 因为他了解 为什么要孩子的眼光看的是不一样 OK 因为孩子的眼光看东西是没有厉害关系的 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眼光看都有厉害关系 有利益关系 或什么对我是真正有益的 什么是可能对什么有益的 我们的眼目慢慢的眼光改变 不单单是眼光改变 我们也越觉得 我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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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的孩子一下 他懂得可能比你还多 因为他一上 他一搜索比你搜索还快 他一看你才说的事情 他已经跑到那边去了 因为他们现在有手机 所以他们的资讯 搜个电影比你还快 你说这是什么 像什么跳那个什么舞 我都还不知道 他马上就看到了 baby shop 我还是从孩子学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要跟他们学 但是你知道 在当时耶稣的那个社会当中 耶稣要叫跟随祂我们明白 你的生命要真正成为影响别的人 你的整个眼光跟心 要回到耶稣所教我们这里 耶稣说什么 耶稣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子 断不得进神的果 因为他接下去解释了 在第四节 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什么 对 那他前面讲要怎么样 就会变得最大 他自己要怎么样 谦卑像小孩 所以他这里提到 像小孩子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谦卑这个特质 不是小孩的无知 今天大家对他搞错了 不是小孩说我要买玩具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小孩我要吃糖 也不是这个 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你一定会想谦卑 我们听到太多这个谦卑了 那耶稣这里所说的谦卑是什么呢 所以我要带大家来认识 耶稣所说的谦卑是什么 每天都会这样做的谈卑 最后来的谈卑 你有一些谈卑 我来用这个谈卑 我来用这个谈卑